胃部蠕動 把它消化 下膠則 當膀胱上口 膀胱上口 主要的主分別清左 主出而不內 出就是排出去 而不內不會往上 它是往下的 以傳導也 以傳導也 所以師傅再唸一遍 三膠 這是 皇帝的內經 裡面所講的三膠 三膠則 水谷之道路 氣之所忠實也 上膠則 在心下下格 在胃上口 主內而不出 中膠則 在胃中管 不上不下 主腐熱水谷 下膠則 當膀胱上口 主分別清 灼 清就是清淨了 灼就是灼氣了 主出而不內 就是主要的是讓它出去 而不內就是不會 接那東西進來 也就是指出 不入 的意思 以傳導也 三膠了 就是 從食到胃腸 到生理機能 好 這三膠 為命之福 膽為肝之福 大小腸 為心腹 肺腹 等等 五臟則 肾為精臟 心為神臟 我們常講心神不靈 心神不靈 是不是啊 心為神臟 肝為魂臟 就是魂魄了 肺為魄臟 我們常常講 肝膽相造 肝膽相造 是不是啊 肝為魂臟 肺為魄臟 脾為智臟 這五臟皆在 身內之物 所以故也在中 所以在座之外 我們就了解 這個五臟六腹 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去看 C1的時候 就會分 什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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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腦科 胸腔科 胃腸科 等等 直腸科 腫瘤科 腹腸科 泌尿科 小兒科 骨科 所以一個醫生 窮其一生 窮其一生 也只能在 身體上 某一些 做特殊的研究 真的 沒有那個 萬能的醫生 沒有的 那麼中醫呢 就比較 一起囉 江秋醫師的看法 他說 西醫 分這個 分科 來醫治 在中醫來講 是 很難分的 因為 因為他是息息相關的 他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在中醫來 醫治的話 他醫的話 要全身 醫 也就是體質 要徹底改變 才有辦法 叫做治療 叫做真正的治療 所以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西醫有他的優點 有他的了不起的地方 那麼 西醫只醫了 某一部分 腸子不好 西醫就醫腸 心臟不好 就醫心臟 肝臟不好 醫肝臟 中醫就是 徹底 全身都醫 但是還是要碰到明醫 才有辦法 對不對 你不碰到明醫 也是沒有辦法 沒者 這就要看個人的因言 跟福德了 因此 師父我走過 人生病苦最黑暗的時刻 當我在 最嚴重的病苦的時候 旁邊的人 一直在安慰我 在病床上躺著 旁邊的人 買花 買水果 拿紅包來 還是痛啊 買水果來也痛 買花來還是痛 說哎呀 師父啊 這個供養你 還是痛啊 痛的時候 任何人同情你 都沒有用啊 所以我發這個 劫心 這四年來 我一定要好好地 照顧這個身體 所以我現在的口號是 健康第一 佛法第一 健康一定要排第一 佛法要排第一 為什麼 別人在旁邊 同情你也沒有用啊 這怎麼安慰你 還是沒有用啊 痛是你在痛啊 對不對 佛法也是這樣啊 你自己不解脱 你煩惱 起污名 起憎恨 貪生吃 旁邊 安慰你 有用嗎 有用 暫時 你的無名煩惱 潛藏在你的深層意識裡面 握之 擺不平 握貪 擺不平 除不掉 無名 煩惱 除不掉 佛菩薩 經典 都講得那麼好 主事大德 真理那麼好 你心 不受用 法不入心 有什麼用 旁邊的 主事大德 一直勸你放下 你卻這樣子的痛苦之軸 幫得上忙嗎 佛菩薩 幫得上忙嗎 身體病苦 只有自己知道 別人在旁邊 推拿 安慰 痛到發抖啊 那根本就連戰就沒辦法 叫做寸步難行啊 所以由這個病苦的體會 就知道什麼事都要靠自己的 要把自己的身體健康搞好的 解脱還是要靠自己的 這是師父深深的體悟啊 好 靠自己以後 就不需要人家同情了 對不對 所以 講到這個 中西醫的問題 我還是表達 我對西醫沒有成見 那麼我把中醫的觀念 告訴你 一起醫 同時醫 不能分科 也很難分科 西醫有西醫的了不起 中醫有中醫的偉大 我想兩種病用 對 病人 還是 都存在的 有時候用西醫 有時候就是要用中醫 底下 就扶葬者皆身內之物 故也在中 俏瀉也就是七俏 這言二 耳二 鼻二 口一 為七 孔瀉 皆面上所聚 故也居外 葬者 包藏意 有葬 則必按 俏瀉則通達意 有俏 則必明 阿難思維 持 有葬 則按 可以托 前面內 之過 有俏 之明 可以 可以托 前面 之外 之過 總之 想要 擺脫 著心在內 還有著心在外 之過 底下就 即是一陣 即是一陣 今我 對佛 開眼見明 明為見外 闭眼見暗 明為見內 事意 云合 你看這個口氣 又緩和很多 不敢 很硬 今我對佛 我眼睛睜開來 見到明 明為 見外 闭眼 見暗 明 叫做見內 这样的 我這樣的見解 這樣的意理 云和 你的看法如何呢 是不是 对呢 請佛明示 此自己解釋 竅明 常案 一對佛 開眼 竅游 所以 見明 因为有孔 就見明 眼睛有竅 所以就看到明 明為見外 有時必言 有障 所以見暗 明為見內 此 環同 第一番 在內 自止 因為已經被迫了 不敢自覺 所以請絕於佛言 事意 云和 觀阿難 此處的 語氣 跟前面第二番 云 我聞如來 如是法音 物知我心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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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決定了 事意 必明 你看 語氣多麼堅定 將無所獲 一點 都沒有困惑 同佛了意 完全跟佛的 看法一樣 那個語氣多堅定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明為見內 事意云和 兩相比较 其勇氣 又相去幾何 除阿難 以見明案 分內外境 今天大家稍微辛苦一下 我們一定要把這一段講完 這個分開第二天 他就會忘記了 如來 以不曾見內 為破 佛告阿難 如當 必言見案之時 此案境界 唯一眼對 唯不眼對 眼對 就是 跟眼睛 有沒有關係 佛告阿難 你當 閉上眼睛的時候 看到案的時候 這個 眼前的 這個案的境界 是不是跟眼睛有關係 就是 唯一眼對 就是 是不是配合著眼睛 如果配合著眼睛 是不是 是往前看 是不是 見明見案 都往前看 唯不眼對 或者是 不配合眼睛 唯不眼對 因為阿難所知 环童在內 所以佛 就獨就 見案 這個角度 持就 所計 雙開 對眼 不對眼 也就是 配合眼睛 或者是 不配合眼睛 兩個角度來說 好 若一眼對 暗在眼前 合成在內 意思就是 通常人 眼睛是往前看的 你現在 閉上眼睛 见內為暗 就變成 反觀回來了 若一眼對 如果你前面的 這個暗的境界 跟眼睛配合來看 暗 在眼前 暗是 如果是跟眼睛配合 你所謂的暗 應該是 是在眼睛的前面 合成在內 為什麼 閉上眼睛 见到暗 就叫做 见內 意思就是 暗 應該配合 眼睛 不能說 看到暗 就叫做 看到內 這觀念是不對的 此 破 閉眼 見暗 名為 見內 閉上眼睛 就認為是 看到裡面 名為見內 見暗 之時 此暗境界 若一眼對 則暗在眼前 如果你看 眼睛配合 那麼暗境 是在眼睛的前面 不可以說在 裡面 相對一眼 怎麼會成內 它是眼睛的前面 怎麼會變成 眼睛的裡面 身體的裡面 名為見內 底下說 若成內者 而 居暗時中 無日月 等 此事暗中 皆如交付 好 若成內者 意思就是 如果 這樣 可稱為見內 閉上眼睛 沒有光線 見暗 這樣 也說得通 叫做若成內者 如果你這樣 閉上眼睛見暗 叫做見內 這樣也說得通 那麼 居暗時當中 沒有日光 沒有月光 沒有燈光 那麼 都很暗啊 是不是都變成 你身體裡面的 三交六幅咧 就是我們的五臟六幅咧 這樣講得通嗎 你說見暗則見內 那麼所有的 只要把電燈 通通關掉 也沒有日 也沒有夜 也沒有燈光 通通沒有 那麼通通暗嗎 那麼是不是見到你的五臟六幅 名為見內嗎 若指眼前的暗 成為見內者 則居暗時當中 無有日 無有日 月 燈 三種光明 這個 是 是暗中 此事 暗中的境界 暗中的 暗中的